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巴巴拉 香格里拉對話會是全球規模最大 規格最高的多邊安全論壇之一 2023年會期定在6月2日至4日 中共當局突然拒絕美國有關兩國國防部長會面的提議 所釋放的信號引起外界關注 5月29日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五個大陸的消息人士說中方在夜間通知美方 中方拒絕美國防長奧斯汀發出在新加坡和李尚福會談的邀請 報導引述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 中方今次拒絕會面異常率直 過去這類會面也是最後一分鐘才敲定 在2022年奧斯汀和時任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見面 也是最後一分鐘才敲定 五國大陸強調美國堅信保持美中兩國 軍事部門之間溝通開放渠道的重要性 以確兩國之間的競爭不會升級為衝突 在5月30日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無寧回應當時中美兩軍對話面臨困難的原因 美方是清楚的美方應當切實尊重中國的主權 安全和利益關切 立即糾正錯誤做法等 之前7天無寧回答關於美國對中共防長制裁的問題時 說美方應立即撤銷制裁 採取實際行動 為對話溝通 掃清障礙 營造氛圍 創造有利條件 2018年9月時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長李尚福 因涉及與俄羅斯軍火商的重大交易 被美國制裁五國大陸說 這並不妨礙兩國防長一起履行公務 美國艾德菲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維正向《大紀元》表示 這次中共當局很直接了當地拒絕了美方的邀請 在外交禮節上看起來確實不沉迫 表面上是因為李尚福被美國政府制裁的關係 真正的原因是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想要取代美國 而印太地區是兩國在軍事上競逐的場所 時事評論員、大紀元專欄作家王克認為 按照對等的原因 過去美國要求與中共軍委副主席見面 在美國內閣裡 國防部長是第四位總統的繼承人 地位是很高的 中共國防部長只是個中央軍委委員 根本就沒有實權 但是中共不答應 其實拜登政府已經做了很大的讓步了 王克表示 現在美國正在全球聯合西方包圍中共 在這種情況下 中美關係越僵化下去 對中共來說就是越差 其實中共很著急要打破僵局 進行高層的護防 偏偏在國防部長會面這一塊 中共強硬起來是因為它抓住了拜登政府的一些弱點 就是怕與中共搞衝突 搞對抗 爆發戰爭 它就拿這個來要脅美國 中共在這裡打台灣牌 而不是打台灣 值得留意的是 除中共官方表態之外 中共內地傳媒輿論 也指責美國 才是令中美關係惡化的禍根 不斷炒作 沒有慣著美國 可能真的要打了 還直指美國對台灣的5億軍援等事件 內地傳媒力數中美的貿易戰和科技戰 認為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 令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 中方採取報復措施 針對中美軍方的交流進行限制 再之後氣球事件令中美關係再次惡化 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維也納 與中共中央外事委辦公室主任王毅會談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也與中共商務部長黃文濤舉行會談 這是拜登主政期間 兩國首次在華盛頓舉行內閣級別會面 可以說中方現在好像是希望能夠正經分離 所謂政治方面與美國關係冷淡 但經濟方面希望能夠突破 讓雙方的交流能夠恢復 這樣可以對雙方整體的關係有一個控損點 不會說全部都是衝突的 但是說回頭 商務部長雷蒙多也提到 美國的社會現在再不容許中國 例如中共在自衛財產上的侵奪 還有騷擾包括美籍的在中國大陸的多國公司 這些商業恐嚇的行為是絕對不可容忍 美國政學界普遍認為 在尼克松政府以來的交往政策 事實上在這個和平發展期間 中國並沒有變得更民主、更開放 反而是在意識形態、在軍事力量、在經濟實力上 都會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自由價值體系造成威脅 王維正表示美國要對中共向外釋放一些威脅 加以pushback就是將它推回去 中共就會覺得這是美國在處處阻撓 將中美關係惡化的原因 是歸咎美國政策的改變 但是美國政策改變是因為中共的政策先改變 5月23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 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論壇上說 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授予他兩項任務 第一是防止這場入侵台灣衝突的發生 第二是如果我在第一項任務失敗了 就要準備好戰鬥還贏得勝利 無論這是什麼時候發生 阿基里諾警告指出 美國軍隊已經進行了人員訓練、裝備精略 隨時準備執行兩項任務 黃黑認為整個印太戰區是美國和中共對抗的主力戰區 所以阿基里諾放出這句話 目的還是在於對中共威脅 不要輕舉妄動 這是威脅戰略的核心 就中共的本性來說 它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者、破壞者 它是戰爭的拆原地 它指責美國的說法是倒打一旁 黃黑說其實美國的台海政策是雙軌政策 它既抑制中共武力攻台 也反對台灣獨立 例如1988年美國拆反了台灣搞核武器研究的科研人員張獻儀 強迫台灣停止核武器研發 這對中國大陸和對中共是一個好事 中共它一點都不領情 反而一定要與美國為敵 吞併台灣就是它挑戰美國的一個步驟 所以不管美國採取什麼態度 如果美國修正政策 那麼中共就很高興 美國對抗的話 它更加要與美國打一打 扩軍備戰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玄明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啦 subscribe 啦 還有按鈴鐺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啦 支持真相啦